清醒 曼瑰 日子 太好了 借哥这种老师太神秘了 就是一个孤儿 就是爸爸妈妈在乡 大火中全部死了 然后就一个农村的人收留了我 那我就捡到一只大熊猫 然后呢 那个农村那个人呢 就是有一个科学家 就是来那个农村的家里说要找熊猫 但是我又捡到了一只熊猫 我就不给它们 让它们一直在找 看你这么胖就叫你啪啪吧 就是那些科学家就刚好已经追到 快追到我那了 然后我就带那只熊猫过河找它妈妈 然后就抱着那只熊猫过河 然后那水流很急爆冲倒了 就是就是我家那只熊猫爬 说它不爬嘛我就装死 然后它一直就是舔我的身子 不舔我的脸 当然就想来个办法 在我的脸上涂一些蜜糖 然后让它来舔 它不可能就这么消失了 在气温消失前找到小家伙 你们再赶快找 就是游戏就拍完戏就 你知道干嘛 就是干嘛 你不想说做医生啊 科学家啊什么 还没想到 那之后会有再有新的戏牌吗 没有 暂时没有 这个没想到 那就是 这就是 是 噢 干嘛 是 优优独播剧场——TRAIL OF THE PANDA